中華五千年 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鍾毅明編導 甲河之戰 河東節道是晉王李泉鈺 在後梁末帝朱友禎乾化三年 派大將周德威攻入幽州 生琴幽州節道是燕王劉守光 和劉守光的父親劉仁弓 於是李泉鈺控制幽州所管轄的 諾、信、譚、計、盈、平等十幾州 同時原本臣服後梁的 逆定節道士王柱直 鎮忌節道士 或者稱為成德節道士王蓉 兩個河北繁鎮 也都已經改為歸父李泉鈺 於是後梁在河北的勢力 只是靜下魏博節道士所管轄的 魏、博、貝、盈、明、商、陸州 而且後梁皇帝朱友禎 因為全靠鎮守魏博的禁軍將領楊思厚支持 然後才可以由卿長朱友歸首中奪得帝位 於是為了籌答楊思厚勇立大功 任命楊思厚做魏博節道士 封為葉王 葉王楊思厚正式鎮守魏博六州之後 權威極勝 不但勇兵割據 而且時常干預後梁朝廷的政治 後梁皇帝朱友禎對楊思厚小心翼翼不敢得罪 事無大小必定派人向楊思厚徵求意見 因此後梁朝廷對河北的局勢發展 可以說無能為力 兩年之後即是後梁徵明元年三月 楊思厚病死後梁皇帝朱友禎如釋仲父 於是聽從親信趙岩、兆讚等人的策略 下令將魏博鎮一分為二 企圖削弱魏博鎮 而且派親信大將劉沉領兵六萬 去魏州接管楊思厚死後 魏博六州的軍政大權 魏博六州的將事大為不滿 六州都發生兵變 反對後梁朝廷敵視魏博鎮 晉皇李全毓見機不可失 親自領兵由太原東下 和梁朝大將劉沉爭奪魏博六州 劉沉退守黃河北岸的新縣 魏博鎮大部分州縣已經被進軍佔領 晉皇徽下大將周德威 李全嬸、李智元等等領兵包圍新縣 劉沉堅逼不出 啟稟劉將軍 皇上又派了使者來催促劉將軍出戰 盡快驅逐進軍 劉將軍 看來我們不可以繼續困手新縣 皇上又派人來催促? 他只懂得在心功享樂 一天聽從趙岩、張漢定這幾個小子的疏敗 陣前的形勢他知道多少 皇上的意思是恐怕劉將軍拖延時日 士兵喪失鬥志 笑話 我留尋奉子領兵守衛河北 所謂張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皇上諸多干涉一定敗事 但是長期困手也不是辦法 你知道多少 盡軍來勢兇猛 我軍已經屢次受挫 而且魏伯六州大部分的地方 已經被盡軍佔領 我退守新縣 就是為了保住皇河北岸 牽制盡軍 以免他們渡過皇河 襲擊我們大梁河南根本之地 而且穩守之餘 還可以突襲魏州伯州 修復魏伯失地 假如我輕率出戰 萬一有失 望河以北就非大梁所有 到時盡軍可以隨時到河 威脅開封 那大梁就永無零一了 劉將軍說得很有道理 但是長期按兵不動 將士得不到號賞 會抱怨劉將軍你 雙下教壁 叫我劉沉怎麼領兵退敵 好了…你出去傳令各位仗士 明早到教場集合吧, 遵命 各位仗士 本將軍聽 請問, 各位不願意繼續堅守新緣 希望和進軍決戰 是不是? 是呀… 我們要殺敵立功 好…各位的心意 本將軍十分明白 但是李治元、李全審 都是沙陀猛將 各位不怕嗎? 不怕… 好… 真是好… 各位… 來… 大家拿一碗出來 去筆一碗黃河水 大家不要問那麼多 這個是軍令 立刻照做 軍令… 軍令… 好… 現在每個人手上都有一碗黃河水 為了大家同心合力 擊退進軍 大家就喝了這碗黃河水 喝黃河水? 劉將軍, 是黃藝水來的 喝華人 我們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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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區區一碗黃河水 你們都諸多顧忌 如果本將軍命令你們衝鋒殺敵 你們有誰願意犧牲性命啊? 本將軍非常明白各位的心意 你們急於出戰 其實是不想長期留在戰場挨苦 希望速戰速決 無論勝負都可以盡快離開 你們每天掛著開封城內的酒家忌遠 每天掛著高藏遠枕 那怎麼能打得贏沙陀奇兵啊? 唉… 大娘有你們這樣的將士 怎麼能和李全玉爭鋒啊? 奈敵進王殿下 檢品進王殿下 變量大將留尋 退守身軟之後 至今未有動靜啊? 自從我軍攻入魏州之後 劉沉退守新元已經八、九個月 照顧看來 他是想穩守黃河北岸 阻止我軍渡河南侵 而且可以威脅魏州、貝州 的確是上策 如果我們不趕走劉沉 那麼我軍想完全控制河北 就有所不備了 沒錯,必須趕走劉沉 但是劉沉堅逼不出 似乎沒那麼容易打敗他 前方的將士探聽到消息 辨良的朱有貞 經常派人催促劉沉出戰 而且劉沉手下的士兵 大部分已經士氣消沉 如果我軍能夠引他們出戰 一定可以打敗他們 好,立刻派人散布消息 說黑丹人入侵歐洲 又向河北各州縣宣布 進王要回太原作爭 至於李治元,李全嬸兩位將軍 請他們削減圍困身軟的兵馬 故要引劉沉進攻魏州 劉沉急於收復歐洲 到時他一定做計 讓他們做計劉沉進攻魏州 聲明二年三月,領兵進攻魏州,結果中了晉皇李全玉的埋伏,在魏州城外被晉軍打敗 流沉退到黃河南岸的滑州,又有人讀作骨州的 於是黃河以北的地方全部被晉皇李全玉控制 當時,太原以南的河宗哲道士朱有謙 也因為不滿梁朝皇帝朱有貞,已經投降晉皇 於是梁晉雙方開始以黃河為界互相對峙,雙方甲河對峙歷時六年半 歷史上稱為甲河之戰 梁朝皇帝朱有貞在開封號令河南軍民阻止進軍渡河南侵 而晉皇李全玉就經常坐鎮魏州,指揮軍隊渡河進攻梁朝 當時,梁朝雖然喪失了黃河以北的魏博、鎮旗、奕定、河中四鎮二十幾州 但仍然擁有河南、關中五六十州 這五六十州都是以平原為主,加上二十年來小受戰亂影響,因此農業發達 梁朝實力並未因為喪失了河北地區而大為削弱 而晉皇李全玉雖然兼併了邱州和河北、河中四鎮 所控制的領土由十二、三州增加到三十幾州 但由於河北地區長期割據,局勢仍然未穩定 而且二、三十年來戰亂不適,不少州縣受到戰火摧殘,民窮裁盡 因此,晉皇李全玉並未因為得到河北地區而實力大增 當然,晉皇李全玉兼併河北,進軍可以直押黃河北岸,等候機會到河 而梁朝首都開封位於黃河南岸沒有多遠 梁朝所受的威脅亦的確非常嚴重 各位將士,自從流沉被我軍打敗之後 已經退守河南的骨州 黃河以北已經完全是我進軍所有了 各位,我們徽軍渡河,消滅變良,指日可待了 徽軍渡河 微臣周德威啟稟進黃殿下 我軍雖然已經迫近黃河 但微臣認為要徽軍渡河消滅變良,時機微動 請晉皇切勿輕舉妄動 周將軍,為甚麼? 是 啟稟進黃殿下,變良雖然屢次被我軍打敗 但他們仍然有幾十萬兵馬 如果我軍闖出渡河 未必能夠攻入變州 到時孤軍深入,受制於人,就反為不美 嗯,就將軍所說,都未尚無理 嗯,這樣吧 姑可以先出兵渡河 在河南建立據點 然後等待時機,攻入變州 嗯,盡黃明見 秘神認為,駁州以南的楊流城,形勢險搖 我軍佔據了楊流城,就可以威脅齊混沿附四大洲 晉皇不妨考慮 沒錯,楊流城形勢的確險搖 故要出兵先攻佔楊流,令變州以東不得安寧 姐夫,你來得真正對了,朕有重要事 哦,陛下一定為了李全玉出兵攻佔楊流城這件事 不就是這件事了 嗯 姐夫,李全玉已經攻入河南 那開封府豈不是十分危險了 請陛下放心 依微臣照顏看來 李全玉攻入河南實在不自量力 為什麼呢,姐夫 陛下,李全玉趁著我們魏駁鎮動亂 攻佔我們河北周縣 他就自以為天下無敵 妄想併吞我們大娘 陛下,我們有紅絲百萬,何必懼怕 嗯,姐夫也說得對 那立即調兵遣將,驅逐進軍 微臣遵旨 拿簽不來 那一開大的 quindi 京歷不來 拍攝 各位将士 自从我军攻占河南洋流城之后 变梁的朱有正派大将借现将领兵抵挡 已经被我军击退 各位 公日变州 生擒朱有正 为大唐天子报仇 今天正是时候了 我们公日变邀 微臣周德威啟稟进皇殿下 变人向来诡计多段 殿下小心有诈 周将军 你太多顾虑了 微臣认为 朱有正的兵力仍然雄厚 我军应该随便深入 周将军 你无谓多说 故今次决定亲征 既然晋皇殿下决定亲自渡河 进攻变州 微臣周德威 世史追随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品进黄殿下 我军已经被变良人重重包围 没办法突围 想不到渡河之后 变军来势凶猛 周将军 故当初不听你劝谏 以至今日身陷重围 孤太老妄 晋皇殿下无谓多说 微臣追随先皇十多年 今日晋皇有难 微臣一定保护晋皇脱险 微臣的小儿周光赴 已经向北边杀开一条血路 请晋皇向北逃走 周将军 那你呢 微臣就替晋皇挡住便冠 哎呀 姐夫 陛下 李全玉果然被我军杀退 真是令人振奋 陛下 李全玉不自量力 应有此步 他今次能够走得掉 回到河北 全靠周德威父子写命相救 要不然 他早已成为我们大量的俘虜了 哈哈哈哈 李全玉今次选兵折将 梁他都不敢再到河南入侵了 我们还可以派人去河北 收买河北各地的将士 劝他们归附我们大量 那我们不但可以收复河北 还可以占李全玉于死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黄殿下 为什么近来永远都悶悶不乐 三娘 自从顾亲征河南战败之后 河北各地人心动荡 镇州 赵州 惠州都有兵变 虽然已经平息 但是顾总是不安心 哦 神妾还以为为了什么事 神妾认为 殿下手下的将士 都希望得到高官厚禄 如果殿下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一定会效忠殿下的 高官厚禄 孤佑哪里有那么多高官厚禄 黄殿下一世英明 这都想不到 如果殿下做了皇帝 不就可以赏赐多些官爵 皇帝 没错 当今天下 手上有兵权的 人人都想做皇帝 连朱温 刘守光他们都自称皇帝 那殿下为什么不自称皇帝呢 何况有了皇帝的名号 各地的哲道士变了殿下的神下 那还有谁敢随便背叛殿下 是呀 为什么孤想不到呢 好 孤清帝之后 立你做皇后 谢殿下 晋皇李泉毓 在后梁隆德三年 即是公元九二三年农历四月 在河北的魏州 即是今天河北省大明园举行职位典礼 自称唐朝皇帝 改年号做同光元年 历史上称为后堂 而李泉毓就成为后堂庄宗 李泉毓在魏州闯出清帝 可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河北的声势 令到自己的政权和河南的梁朝有对等地位 李泉毓清帝之后 立皇妃刘氏做皇后 后梁皇帝朱有貞自从击退李泉毓 自以为财智过人 自高自大 忽略了强敌当前 而后梁的权贵 争权夺利越来越激烈 潜伏了后梁衰亡的危机 中华五千年之甲河之战 是由盧浩荣、曾永强、林友荣、刘超文 蔡雅角、陈炳球、朱万子、札耀辉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